林桂銘出上到國小六年級的柯秉毅 那這兩位選手昨天就在我們轉播當中出現過了 那昨天也是聽說 很多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對他們兩個球技是讚不絕口 而且這兩位小朋友長得非常清秀 對 又有人氣又有賣相又有球技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而且因為他們兩位在電視螢光幕出現 這個很多家長都紛紛 這個可以說 E-mail啦 上網啦 這個打電話問一下我們協會說 有沒有開這種所謂的小學班啦 叫做這個撞球啊 畫面上看到就是現在才國小三年級的林桂銘 年齡今年十歲 球齡有三年 那麼在去年兩千年的嘉義縣秉組公開賽 哇是拿到亞軍了 那在雲佳南學生輩也是拿到亞軍那個成績 這實力相當好 我看這個成績啦 不過這個林桂銘啊 他這個是有這個所謂的 在這個比賽當中啊 有有浪點 那麼看到另外一位柯炳毅 國小六年級球齡有七年 哇這個球齡相當相當長了 曾經在爵士盃的比賽拿到第四名 一彎球之後呢是讓這個小學三年級的林桂銘 他比的比較好一點 所以第一局比賽先由他來衝球 我們來看他的開球齁 欸還不錯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開球齡 母球往後拉也沒辦法 因為他身材的關係齁 有時候齁 要死力的時候齁 那個母球撞幾點都會比較偏下方齁 所以母球會有拉幹 但是我們看開球包包裡相當好齁 以他的這種身材跟年齡來講 這個開球包包裡算相當好 進五號球 一號球連接球不小心嗆死齁 八號球有沒有擋到 看起來從畫面上 我看的鏡頭是應該擋到的 嗯 不過東斌 我們看這兩個 這兩位選手加起來年齡大概 沒有你跟我個人來得多了 他們加起來也還是比我小 對 才26歲 兩個林桂銘或三個林桂銘再加 23歲 都還要加起來才會比我大 不過他們兩個呢 隨便每個人球齡都比我好 球界都打得比我好 我們看的是一八碰沒有進 留下動口嗆 林桂銘是長的 因為年紀比較輕喔 比較小 不能講輕喔 現在要講小 比較baby fat 比較可愛 那這個柯秉毅喔 欸 就有點小帥哥的味道 小大人的味道了 好 一號球薄鏡 帶到母球帶下八號 二號球形成一個薄球 要打底蓋的話 左上角的底蓋 看到這些準不準 其實蠻準的 但是因為六號球擋住喔 所以你這個要偏帶進去 他打太正中央了 沒進去 再輪到林桂銘 今天呢 兩位選手的 父親跟母親呢 都來到現場 林桂銘是 媽媽陪同他來 那麼柯秉毅呢 是爸爸 從宜蘭呢 也是陪他來台南 這邊呢 連續兩天都來參加比賽 所以說小朋友喔 這個打球 家長一定要非常支持 因為家長也了解到 這個撞球他本身 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我們看一下 唉呦 這個球 柯欣 這要打一個 其實這個球 我個人的感覺 是要打一個 打二戒六 進六號球 稍微不準喔 六號球沒進 就母球 反而是一顆星 席蛋 這球給了柯秉毅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 小朋友他們在 助球的觀念 到底是怎麼樣 有沒有得到 很好一個啟蒙喔 打點是不錯 力道稍微大了一點點 他力道沒那麼大的話 母球就會自然的兩顆星 這就是柯秉毅選手 小朋友的這個 爸爸 特地從這個宜蘭來的 他爸爸自己也是在宜蘭呢 從事這個球館經營的一個生意 爸爸不算是這個知名的選手 但是 那種 多多少少從事球館的這個 經營的這些業者 他們來講 至少都 球館開球球也都會打一些了 呃 我的印象中 這個柯秉毅的父親 這個 在宜蘭他是進行這個權威球場 對 那以前在 大概 十幾年前 偶爾會在比賽中 總 葉宜蘭看過他比賽 我看起來他的 這個小朋友啊 柯秉毅現在知名度可知 要比爸爸更響亮 如果說 以他現在的這個球技發展下去 以後 球技應該可能會勝過他父親 你看這個頓推一顆星的 灌腰帶 八號球多漂亮 最後九號球 很有大將之鋒 而且那表情 就說 我就想買好路啊 喔真是好 好球 結果九號球進在 第一局的比賽 那麼就讓柯秉毅呢 輕鬆的拿下來 看起來這個爸爸 這種得意的一個神奇 我想已經當爸爸的張祕 自己最清楚 如果說你的小孩子 能夠在這種 這麼大的公開賽 獲得這麼多的其他 這個大人 這個觀眾朋友的掌聲 我想當爸爸實在 得意的不得了 對啊 我覺得真的 所以這個 奉勸喔 這個三十歲上下的 還沒結婚的人 趕快結婚 哈哈哈哈 當然東冰婷也要趕快加油 對對 真的這個我覺得 人生真的是 有很多經歷真的是 真是沒辦法這個 用講的來去形容 真的是自己要親身體會 當然當父母親就是這種感覺了 我已經隱約可以體會到 未來我們的張祕儀 一定會培養他的兒子 來打個撞球 好不好 以後就是在類似的場合 看到你坐在旁邊 是個心霸 那小孩子在下面打球 然後 刺刹全場這樣 嗯 如果有轉播的話 好可 我可能當球兵 我兒子在那邊打球 有可能啊 來看一下剛剛的 欸 柯秉毅的一個衝球 因為他體型比較高大一點 對 所以他衝球點 應該講說母球的點會比較好 但是他母球撞擊 一號球的點 就稍微有點over了 所以母球跑到另外一邊 不過他的爆發力不錯 他撞擊到母球啊 母球撞擊到一號球大概半克而已 但是他整個爆發力都不錯 衝的滿閃沒有球進 不過是沒有球進 這個是一個 背部他打一個push 母球真的很好 這個push點跟力量很好 他如果push的力量太重的話 還可以薄 當然現在還是可以薄啦 不過以這種半個球台這種 他的這種力道的控制 其實相當不錯 這個球算push算相當的好 那我們看柯秉 這個球可以保球 或甚至直接來做一個釣球fave 然後選擇直接保鏡 我們就帶到三號球 欸 比起來不錯 二號還是可以來打腰帶 結果是去進攻抵帶還是進 嗯哼這個球做抵帶 進攻抵帶的話 這三號球比較好做球 那這個球平然有點爛 因為碰到了這個 三號球 二號球還進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可以看到柯秉也好 或者是林桂民也好 他們的概念都不錯 進攻防守的概念都非常好 這 我覺得觀念進步齁 觀念有到那裡的話 要進步會比較快 是 那你有些動作或有些感法 因為身材的關係 這個可能要等到一兩年後 長高一點的話 就會自然會進步 但是你觀念這個東西 及早有這種觀念的話 哇那進步起來會非常快 哎呀這個球危險喔 不要被擋到就可以了 還好 還好 欸這個距離應該對柯秉來講 不會形成所謂身材球 不會 不錯喔 我們看到 這個感法 啊力量稍微重了一點 那這要跑顆星嗎 這要跑兩顆星以上 這樣 看他是要下拉桿這樣子 下拉桿這樣子 從這裡出來 還是要下推桿 推桿是走三顆星 三顆星路線是很好 但是力量可能輕了一點 對 現在又要 使用到架桿器 其實我國小就跟我哥摸球桿了 我發現那個根本還不瞭解什麼三顆星 那我這個柯秉是三顆星非常好 再下一個保球 可惜 加桿器使用得不錯 長距離八號球 這個是一個保球啊 輪到林桂敏了 這個個頭真的是蠻小的 皮膚只有這個 胸部以上才露在球台上面 哦 這個人小不過志氣高 這個球要把它保進 稍微不準 然後倒勾回來 形成了一個長距離的safe 林桂敏在昨天的比賽 我們昨天也轉播到了 他非常可惜啊 一開始是這個5比0了 已經聽牌了 最後是讓他對手啊 從5比1到最後追到6比5呢 擊敗了林桂敏 我從昨天的比賽已經可以看到 林桂敏今年的一個進步跟成長 這個是太令人驚訝 比去年他參加中正對手實在進步太過了 哦 你看光是這個球 這個打左半顆喔 然後再來下一點左賽 推竿走兩顆 力道的控制相當好 9號球做到一個位了 對他來講應該可以算槍死球了 好球喔 結果林桂敏在第二局呢 馬上不甘示弱 雖然 這個應該叫 對手叫柯炳毅哥哥啦 柯小六年級 柯哥哥雖然已經拿下第一局 不過呢 自己也不是弱者 馬上呢是搬回來 打成1比1的停手 對我可以 遇見到了 以後國內 狀談的這個未來後期之秀 真的是一波接著一波啊 嗯 我小三年級 就有打這麼好的這個選手了 這個球我們這場比賽轉播 讓世界各地其他國家的選手看到 一定非常害怕 對 你看這兩顆球 這個我們打播也是內行的 為什麼要播這兩顆球啊 這當然是最後要打進的兩顆球 一個是他左賽推竿走兩顆星 我做到9號球 再來最後9號球 我第9號球那個是一個簡單的嗆子 你會感覺到 好像為什麼要傳播 但是在看他下第一竿喔 帶拉 母球閃過腰帶 我們看到這個星師跟這個母球啊 控制能力的細膩度相當好 不然有些選手喔 傻傻的 我們講 球技比較 比較粗 比較粗糙的選手 不小心的話就會洗左邊的腰 對 那不曉得三年級這個肝法還這麼新鮮 對 衝球已經有球進了 啊呦 9號球剛剛差點直接進去啊 差點來個那波印 現在開始的衝球是衝進了3號球 說真的我盡量控制不下 這個動作這個畫面實在是太可愛了 真的很有意思 這個讓我想到好像這個應該講去年吧 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球 應該是要打借球的味道 但是 5號球幸運的進 這個 柯秉毅 柯秉毅以為他 柯秉毅說沒有啊 1號球沒有進啊 可是柯秉毅沒有看到說 他的5號球已經進了 因為柯秉毅個子 其實雖然 雖然比林貴民高 但不過還算是小朋友嘛 所以他做的這角度啊 最後5號球進他沒有看到 然後打16碰 16碰沒碰進 但是現在1號球呢 行程嗆死了 待會兒如果這個林貴民 這個還有開球的話 這個導播剛剛側面的鏡頭 應該要再來一下 我是很 我是感覺有點像那個什麼 呃 五尾熊 有一點點啊 有一點點腳縮起來 有人滾滾的 這樣腳縮起來 很可愛啊 2號球現在 看起來是要做個防守 對想要利用7號球 沒有防守到 這個現在不曉得 2號球可不可以 直接從6號的旁邊打進 對 可以 連接球現在是要 其實要打4號球 因為3號在一開始 衝球就打進去了 4號球打進沒問題 我們看他做6號球 注意一下9號球 好 閃過9號 但是這個球不太好做 因為他本身的角度的關係 你閃過9號 你這個下塞點 不太好控制 所以母球還不夠接近6號球 好 危險 哎呀 6號球實在進 但是母球先洗澡 嗯哼 他這一顆球出竿 稍微快了一點點 他如果出竿再慢一點的話 他原來打點是可以 因為他打很薄 沒有進 所以才洗澡 他如果打厚一點的話 這個球剛好不會洗澡 也就是說他第一時間的判斷點 對的 但是母球撞擊到目標球的點 不準了 這球有點偏直 所以下右賽 一點點右賽 最主要是要推到 最主要是要推到 我們看一下 好 一點點的右賽 最主要是有推到 做到了9號球 所以的力量稍微輕 所以9號球還有一點角度 基本準度的表現 看柯比例 好9號球 淘靜 拿下了第三局的一個勝利 所以目前三局進行完畢 柯秉毅暫時是以2比1領先的林桂敏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這場比賽 在3個月 所以在這間 這間 有 是 有 是 對 覺得 能否 我 可以 那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林桂敏对上柯炳毅两位小朋友的大对决 目前是让柯炳毅三局打完战是2比1领先 这个开球非常好 控制非常漂亮 留在台的中央附近 而且冲进了4号跟8号 我们看柯炳毅他身材比这个林桂敏高 所以他这个脚就比较不需要这样踮脚 整个动作顺畅感协调性都相当好 尤其他这个AK点控制得非常好 母球的位置非常漂亮 不过 1号球倒是没有打准备一下枪子 我刚开球真的是开得非常好 轮到林桂敏 习惯非常好 上来是先磨巧克 嗯哼 对 这个所谓的名师出高徒啊 他的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啊 这个我们都称为他秦华下 也是我们这个 嗯 球界的老前辈啊 另外他的 这个 算是階段性的师父啊 是李玉虚 一年算成李玉虚 所以他这个 一些基本的动作啊 这个球场该有礼儀儀协都相当具备 滴竿盾竿下一个洋菜 有两颗球 好球 他的一些ID的观念 我觉得这两位小朋友啊 不输那个宜兵组的选手 很多一些观念 非常好 哎呀 可惜 危險 哎呀 被吹撞了 而且像這個 像林桂敏 柯炳毅的話 我想他們實力 就算跟現在這個高中生 一般的高中生 打大概都可能 迎球機率都非常的大 對對對 有可能 平均值 我們講一般的中學生的平均值 可能球技 有的不會見得會比較好 對 因為我看柯炳毅 跟這個林桂敏的一些觀念跟打法 他們我想都有clean table 的實力 甚至連盤實力都有 你看這個下了左塞 可以走兩顆星到第三顆星 彈上來 這個點都非常細膩耶 這個球我們看它的細膩度怎麼樣 走一顆星還兩顆星 好 直接一顆星過來 你看力道掌控都很不錯 都很不錯 這個球是 右賽稍微下多了 翻直的 好 最後球號球 再度的是打進 目前四局打完之後呢 國小六年級的柯炳毅呢 是暫時領先的 國小三年級的林桂敏 三比一 林桂敏說是在球技方面 他觀念方面來講 我覺得是不會比柯炳毅來的興奮 但是他最大的跟柯炳毅比較的弱點 就是他的身高 衝球當然不像柯炳毅來的 爆發力跟破壞力方面來講 那麼好 有一些球呢 林桂敏常常會遇到的身材球 嗯哼 那就是他 到目前為止 我想 什麼地方都可以練得出來 可以克服 唯獨 身高方面是 他想長高 但是老天不幫忙也是沒有用 不過這個是歲月的 這個關係嘛 這個 我跟小孩子講歲月的練就好了 老氣了 應該講說年齡還沒到 慢慢來 這場比賽是搶六局的 衝球之後還是第三號球 母球的質感非常好 就是說 撞擊到這個目標球 可能質感非常好 我們看他的動作 很自然的這個 微彎 然後這樣子 八樓做得很好 其他再長大一點的話 或是現在就可以了 他這個腳的彎曲動作 如果再做得 確實一點 的話 他的爆發力會更好 不過最主要上半身 尤其右手的協調性很好 所以他的爆發力啊 弄得不錯 哎呀 這個球好像沒有估算到 把這二號球打進會帶到七號 七號之後會把他母球給勾進去 其實他這個球也要去散這個七號 其實 IDA的觀念都不錯了 自由球了 給林桂銘 林桂銘這個 我覺得林桂銘很酷耶 他以後可能會不會屬於一啊 這個冷面打頭皮的啊 馬上很酷的上來就弄個四九碰 他就不跟你多玩了 我也不要四號進 再進五號 我直接一槍把你打下去就對了 嗯哼 再瞄四九碰的一個點 四九碰 哎唷 可惜可惜可惜 媽媽在前演說了 麻煩你們我來提一台這個鏡頭 不要照我照太多了 照這個 照這個 林桂銘就好了 林桂銘比較可愛照他就可以了 其實媽媽也蠻可愛的 這個球是 應該算打太厚了一點 沒下洞口 這樣 掉球的這個 厚度太厚了 導致於衝到了 五號球沒有掉到 下地竿又在 這個 桿法不夠低 那個桿法是要有 有點偏右 由上往下 可能真的是有點身材上的問題 所以那桿法出來的效果 不夠 選擇防守目標危險 哎唷 剛好停在洞口 哎唷 這球差一點點 這球有點拉去 好球 覺得相當漂亮 這個 柯秉毅 這個 以後是降臺 在我們球界算是降臺的人選 看他這個整個型啊 帥哥級的人 然後這個 打球不溫不浮 也是降臺型的 當然您貴名也是降臺型 剛屬於殺手級的 喔那個眼神 這有特色 跑進去 他就覺得好像要帶開這個 六號球 沒有帶到可惜 不過我覺得這場比賽 對他們兩位選手 其實壓力 是非常非常大 因為他們不像說 對成龍選手 輸的是正常的 嗯 那今天林貴名碰到 跟他年紀差不了太多的 這個 柯秉毅他就想贏球 嗯 那柯秉毅又說 欸我第一次碰到 年紀比我還要小的 那輸給你就 有點面子掛不住 對 其實賽田中兵 用了名詞 我覺得讓我把感覺拉到 我想要 中年級跟高年級 對 在學校我們很在乎 中年級高年級 我高年級怎麼輸給中年級 那怎麼辦 有點感覺是對立的 對 三個階級 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然後三個階級 好像是互不往來的 對應該不能講對立 應該講競爭的 競爭 剛六號球 數到七號球 角度不好 說一個簡單說 對 柯秉毅的一些防守概念不錯 兩位選手來講的話 以他們的這個球靈 跟他們年齡 思考的一個 能力 已經是超越他們 這個年齡 我們講針對撞球上來講 但是從他們的表情 一些動作都可以看得出來 還是跟一般的小朋友差不多 不過在球台上的感覺不一樣 好 灌球 七號球還在往前面繼續跑 輪到這個柯秉毅上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柯秉毅 這個他的父親 有教導得相當好 這個 風度翩翩 今天喔 該有的這個葬球禮儀喔 什麼一些 包括神情喔 都 相當的好 所以 葬球的小孩 絕對不會變壞 像今天呢 在賽程 我們這個 大會的 主辦單位 就在用這個 麥克風喔 跟現場所有的 雨賽選手 有 鄭重的這個說明 就是說今天呢 大會還特別 特別有這個 紀律委員會的小組 嗯哼 就是針對這個 百貨公司 尤其是我們13樓 這個比賽會館當中 希望選手要注重自己 這個 選手的形象 嗯哼 不要比如說抽菸啦 或者是 一些 在樓梯間的一些動作 要稍微文雅一點點 不要說 唉唉 講話太大聲啊 或者是會吵到其他的這個 呃 來百貨公司啊 對 購物的這個人 這個官 這個算是 消費民眾 希望把撞球選手的形象 好好的維護下來 嗯哼 呃 最主要其實 撞球選手 有一部分人 也是有這個抽菸的習慣 因為 撞球畢竟有一些壓力 那你說抽菸喔 那因為會場喔 真的是能很多 客 這個 百貨公司特地 在這個柳梯間有這個 戲演室 所以大部分大家都在那邊 睡前戲演聊天 對 有時候這個 一場球輸贏 當然出去大家都會談論一下 難免會喧嘩 不過這一天 所以這個 我們協會跟 台南市撞文會 希望 大家 注意一下 這一方面 好 這個九號球 讓林貴明的打進去 媽媽也很高興 現在 又追上來一局了 現在五局打完了 林貴明暫時是2比3 只有一局的落後 對 對 這個是 這樣 我想說 你辦單位這樣想是很有心 就說 你這樣會影響到我們 雙交選手 我們這樣會不會非常熱 不會 想到想到 那個沒有 那還是 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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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廣告中歡迎繼續的回到偉大Q來欣賞林桂林小朋友跟柯炳英小朋友的比賽 第六集 衝球之前一樣 巧克先均勻的塗抹在球桿的皮頭上面 導播門 待會給他側面衝球的鏡頭 很可愛喔 這次好像就也不是衝得很準 對 力量也稍微沒有出來啦 這可能跟AK點有關係 我們從這個側鞋鏡頭看一下 嘿嘿嘿 好可愛 哎呀 光是看這個鏡頭啊 這個週末 今天是週末 中午吃飯 星期也愉快嘛 對不對 有時候一些新聞看得真的讓人家不舒服 有時候這個社會的一些亂想 看到這個可愛的小朋友打球 你看多麼賞心悅目的事情 他好像身體是抖一下 然後球端就甩出去了 這個是不是冬天啊 這個 這個 上小號 卡路子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一號球沒有薄鏡體帶 很可愛 這個林頓 這個有這個baby fat 那種感覺 因為有胖胖的 真的還有點像這個 這個什麼 呃 五尾熊啊 或者是什麼碗熊啊 總之呢 這個動物園裡面 圓圓滾滾可愛的動物 都可以跟他畫上等號 喔 不錯 這個鋼板很好 你看他這個噴乾的感覺 這個可以 柯秉毅啊 他這個 撞到目標點之後 再來往前可以啊 只要他這個手感的這個細密度很好 欸 這個球可惜了 嗯哼 這個球打進的話 角度做到下方會更漂亮 反正就要說 這兩位小朋友啊 這兩位選手 他們的這個第一時間的判斷的點喔 在天賦上喔 就是說母球判斷的點 判斷母球的撞擊點 當然這個球是 母球撞擊啊 母球點不準啊 我們講母球的點喔 要下什麼桿法 他們兩位選手 都有這個先天上的一個天分 這很重要 這個有時候是 交不來的 這是要舉一反三啊 這個學習過程 自己來去體會 這兩位選手 都有這方面天分 目前看是這樣 走在走三顆星 你看看 走兩顆星到第三顆星 你看看 所以很多選手做不來 你看他是三顆星的力道點 非常好 這個他路線打點非常好 他有辦法做到這裡來 喔 叫煞車球 不要躲到七號後面 我覺得這個球如果掉球就冤枉了 看看有沒有掉球 沒有 他這是屬於一種高級的打法 有點類似喔 這個煞車 煞車看著打點 然後有點頓單來做這個 喔這個球好 做四號球 四號球 一加加左菜兩顆星 做到五號球 非常漂亮 有點角度喔 這個可以這樣子 出來 這當然力道要很猛 或者乾乾直接拉乾回來這裡 六號球因為在洞口 或點一下也可以 好球可以 不要指這個球不能指喔 母球貼幣沒有關係 不能指球 然後簡單一顆星出來 簡單的一顆星出來 對 力量大一點比較好 力量不夠 不過力量太大也不行 太大他打不到 他一定要把球靠近台邊 讓他方便出乾 那以二分法的話 這個球打進的話 母球會往這個 我們鏡頭左邊走 看他要不要下左菜走 一顆星 力量稍微還不夠 不過可以接受了 那這兩種做法 一個是煞車乾 你說聽在這裡 另外一個是送乾 用力點 來這邊 注意不要洗上方的腰帶 那還有一種做法 推乾走三顆星 看他的乾法 下第一乾 跑球 有點煞車帶拉乾的味道 是第一種做法 相當好 一直在看進球的切角 最早再看那個切角 好看一下這個進球點 再看一下這個母球 撞擊九號球切角 這到底是要一半 還是四分之三 五分之三之後 厚薄度 唉唷漂亮 這個 說實在兩位選手 看到這邊真的是 替他們感覺到 為他們球技感覺到敬佩啊 相信他們除了課業 平常的學習之外 花了不少的時間 在撞球上面的練習 沒有練習 林貴明沒有這樣 就所謂這種 幾乎可以有這個 輕抬的一個實力 這球 這種球他從 2號開始打 應該差不多也算 對 厲害厲害 厲害 尤其一些乾法 盡力度 最主要是第一個 他有這個心思去想 這個球怎麼打 先想路線 再來想我乾法打點在哪裡 再來我的力量大小 然後再來還要控制你的手 拿去穩定性的演出 相當好 而且撞球有幫助 小朋友啊 這個各方面思緒啦 還包括一個禮儀 禮儀就是 小小的Gentlemen 這是非常好的 這一個衝球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球進袋 我這個9號球 原本衝球9號球 也是慢慢的滾啊 嘿嘿嘿 真的是太可愛了 好 那輪到柯秉毅呢 剛剛1號球 可惜他沒有打進 跑到了 上方的一個底袋附近 9號球 9號球在洞口 這個 林貴明啊 看一下29碰的情況 當然 1號球他是很有把握 動眼球 要把它打進 母球下走散 這個母球 可能是想要走過1號 來做到29碰 第一個力量不夠 第二個也撞到7號 差一點 在前練習的時候 林貴明這種球就是 砰砰砰 一定都是進的 當時在練球的時候 柯秉毅在旁邊看 林貴明嚇一大跳 他說 哇這個國小三年級 比我還要小的 同學怎麼打得這麼好 2-3碰的球 好球 你看他這個開輪觀念也很好耶 母球稍微點一下 然後這個2號球往上方走 做到了2號球 很漂亮 下地桿你看 你看這個細膩度 穩定性的表現 多好 那這個球蠻接近 子球 拉桿回來 母球在科興邊上 看他有沒有辦法 不要 多走了一點點 可惜 這如果說 不是新的球台步的話 這個球一定做得很漂亮 剛好要閃過 一個借球的方式 這要來進5號 這個球是要進5號 借得稍微太整顆了 可惜 現在腰帶嗆了 其實現場也很多 這個 因為透過昨天轉播 很多媽媽今天也帶了一些小朋友 來看球 哎呀 哎呀 到中帶差一點點 現在3比3 平手情況之下 這一局可以說是非常關鍵 誰拿下 誰就可以 再度取得領先了 出竿的這個感覺很好 這種 接近子球的推竿 打得非常新 好 下地竿再點拉 很好 哎 剛才球隊我是 遇到大一點 搞不好都還有機會 把9號球給帶進去 哎呀啦 這個球有點 青菜了 這個有點 稍微隨便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他這個 準度當然是已經差很多 再來他這個球其實力量稍微輕 他應該力量大一點 因為他這麼輕喔 母球在柯心邊上 就算7號球打進 8號球也不太好出竿 好 林貴明 7號球打進 但是母球 可以啦 林貴明這個球是力量大了吧 母球跑太多了 這球不好打 這球不好打 不好打 林貴明還是把它打進去 嚇死人 這個球落小腳兩顆進了 光是要進我覺得就很不好打 再來看一下薄進9號球的一個點 好 目前要小心不要提早 好 拿下了追逐了 所以目前的4比3 讓林貴明小朋友後來居上了暫時領先的柯秉一小朋友 我們再進一段廣告時間回來請您繼續的欣賞比賽 每天花多少時間在打撞球 我一個月有沒有花一個小時直接在打撞球 那都還可以持續手指頭算一算 我一個月有沒有 有一小時在打撞球不錯 那一桌3比1的 現在在打的 日本那種拉麵店的老闆 搶6的比賽4比3 林桂銘現在暫時領先了一局 當然現在目前要來 預測林桂銘會贏 還是柯比翼會贏呢 都還算是言之上早了 兩位小朋友其實到目前為止 7局的整個比賽過程來講 真的是都有一些球打得非常精彩 他現在林桂銘想從另外一邊來衝球 嗯 嗯 欸 換邊衝球有好消息吧 近兩顆了2號7號 欸這個很有大將之風喔 衝完球沒有馬上去換球看 再看一下這1號球到底好不好 欸真是可愛 而且他也蠻機靈的 嗯 前面呢在 台子的右邊就是衝球 沒有好的表現的時候 欸這是第三次機會 換到左邊來衝了 對所以這個撞球真的是可以 幫助小朋友的一個判斷思考的能力 然後自我喔 自我就是說訓練 怎麼樣碰到這種狀況怎麼樣 因為你父母親不可能在旁邊講 啊這次機會都要爬這個 盡控龍要save 或是搶子 就是小朋友自己可以自我學習判斷 是非常好的一個運動 就想要來 1-5碰了 沒有碰進去 看到表情就覺得他真的是很有大將之風了 嗯 沒有任何緊張的一個表現 1號球在洞口 好 這柯秉毅這個 他這個右手喔 右手抓球桿的這個 手腕的協調性這種手感非常好 我個人感覺他這個 基本動作的感覺非常好 待會喔 呃他如果預備動作比較長的時候 我們來可以觀賞一下他的右手 右手的這個感覺很好 柯秉毅 現在3打進 再看4-5 這兩顆球 因為現在4號跟5號是形成的一個組合球 所以決定呢 我3號球打進去 4號球也打不到嘛 那我幹嘛把3號球打進去 他這個球是希望母球稍微躲一下8號球 沒有躲好 也不太好躲啦 躲到的話就是掉球 所以 呃 這個球 算是一個safe 但是 沒有 辦法 做到掉球 他也做防守 我們看到這個手感喔 感覺喔 感覺喔 感覺不像一個國小五六年級的小朋友的這種整個質感喔 包括之前的預備動作也非常好 在抓那個手的那種協調性 我們這個右手喔 我常常個人在說明喔 這很像我們的汽車的coction 這個頂級車的這種避震器的感覺喔 你要抓到那種感覺 你在打球的話 你很多球路就能夠啊 應用制度 就有這個能力去做很多困難球的這種條件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那林貴明 林貴明因為他身材的關係 他一定要側身打球 但是他的他的指尖呢 他的末梢神經喔 他的協調性很好 他的指尖呢去掌控他的做球的一些啊 這個各種桿法的答點喔 這相當好 那我們看這個柯比翼的觀念多好 你看兩顆星過來要帶開四五 雖然沒有帶開 但是這種角度已經很難帶開 但他還是去嘗試帶開喔 所以這個撞球還可以幫助選手啊 幫助小朋友就是說 增加一個冒險性 但是你有些冒險性可能會有所謂的運動傷害 或是危險性 但撞球冒險性不會啊 球輸了繼續再來 輸球再繼續 就是輸球再繼續 像這兩位小朋友 他們昨天已經輸了 今天再報名 這也是鼓勵他們再接再立 所以這樣就 他本身是 他要做個數目的 他要做數目的 而且他要做數目的 你能做數目的 他要做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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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一種 你能做數目的 其實他要做數目的 有讓每個部份 剩不加拜不內的這種意味 所以上球太適合我們小朋友來去好好的運用練習了 球球剛剛這個林貴明4號球蠻可惜的沒有打進去 再輪到柯秉毅 所以包球可以灌球 我們看這個手的柔軟度很好 你一般來講柔軟度好的話 你很多桿法你就 你比較有條件做一些比較難度高一點的桿法的做球 你看他這個柔軟度好 這個長距離很多人這種球沒辦法拉回來 他都拉過頭耶 他這個拉桿只要拉大概10公分 他拉到50公分了拉過頭 所以他這個手管的協調性非常好 下低桿左塞 像你看這個柔軟度都過頭了 柔軟度都過頭了 你看看他這個手腕的柔軟度 很多人這種左塞兩顆星跑不到 這種球跑到一半停住了 他柔軟度過頭 所以這個柯秉毅你看這個手腕的感覺非常好 可惜的 這個球穩定性稍微差一點點 可能剛剛東兵的講喔 這個高年級碰到低年級 喔中年級高年級反正是比較有壓力 有壓力 對 因為他平常都是跟大人打球 輸的是他覺得說 對 正常本來就打輸 然後碰到一個居然 這個選手大 你的年紀比較小 而且球技也不比他來了差 那陣子之間柯秉毅就有些壓力出現了 他本來幾乎從以前到現在 這個柯秉毅他算是這個小朋友 人家心目中的小毛頭 結果這場比賽拍子耶 他是老前輩 對這個 對這個林桂敏來講 對不對 老鳥耶 而且柯秉毅的球零已經有六七年了 就這麼長了 所以他覺得說如果打輸林桂敏 那真的是 可見自己的努力還不夠 所以他現在壓力也是蠻大的 林桂敏 9號球打進 好了 現在已經是讓林桂敏拼牌的一個局面了 5比3這個成績了 哇 這個兩位 可以怎麼狀談的 應該以後呢 所以楊青順呢 已經現在 改封號為撞球之子了 那撞球神童這個外號呢 已經可以移交了 對 看是要移交給林桂敏呢 還是移交給柯秉毅 其實兩位都有具備這個條件跟資格 想想也真不錯 可以接收楊青順 遺留下來的這個撞球神童的一個封號 蠻好的 這代表說你是他接班人 嗯 新牌的一個情況了 林桂敏繼續選擇呢 在 台子的 左邊也是畫面上 右邊這邊來衝球 因為他前一次換到這邊來衝球 衝進了 兩顆球 我們看側面啊 身材的關係 用指線來去掌控 非常好 非常好 有沒有球進 七號球進 林桂敏到現在開球進球力還非常的高 我們看這個開球 發發力相當好 是要求進 請責進攻 留下一個掌聲儀 當然也可以做一個釣球 看 柯秉毅 選擇做一個防守 欸 碰到三號球 但是一號球 可惜了 還是停在洞口 我覺得剛剛這一號球進後 倒是有二九碰的一個機會 對 再去看一下角度 這個球是一定進了 只是說母球怎麼樣來做二號球 看看能不能夠打到二號就可以來做二九碰了 這條應該是打得到二號啊 二九碰應該也是有 看看自己準不準而已 會不會是 打不曉得 一對小眼 Jerry已經去瞄二九碰的點了 林桂敏去年參加中正杯的沒有贏過比賽 昨天的第一場比賽也是輸 今天贏球啦 29碰他來看一下母球有沒有洗澡 沒有 結果呢這一場比賽 林貴明小朋友他才國小三年級而已呢 中場就是以6比3的成績呢 打敗了柯秉毅小朋友 兩位小朋友我想今天不管誰輸誰贏呢 都是場上的順利者 當然這兩位小朋友 又讓我國的撞球 看到了更新的一個希望了 當然贏球之後呢 林貴明回到媽媽的旁邊 媽媽非常非常的高興 因為陪著林貴明打球 經過這一年下來的一個努力呢 在這場比賽呢看到了收穫 那讓我想輸球的柯秉毅小朋友呢 我想比賽有輸絕對會有贏 對 所以輸掉這場比賽並不代表他的 這個實力要比這個林貴明